我告诉你 现在庄稼 除了我 没有人能够接受蓝海一星 懂吗 明明还有庄大小姐家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告诉你们 现在庄稼 只有我跟我妈姓庄 什么庄大小姐 统统没有 还有 这个任免令 乖乖签的 我让你们留下 不签的 马上给我从蓝海一星 滚蛋 不能签 各位 蓝海一星新任总裁任免令 不能签 你谁啊 知道这是哪儿吗 庄稼 凯先生 首先 您并非庄稼唯一的第三代 在庄老董事长病重期间 您绝非唯一继承人 其次 根据蓝海集团内部股份结算 发现 您不是蓝海集团股份最大持有者 所以啊 您没有资格强制各位股东 任命你为集团总裁 你让你讨厌 那就是我 是我的总裁任免 我告诉你们 现在庄稼 除了我 没有人有资格来接受 整个蓝海一星 还有他 这是谁呀 你认识吗 不是 知道了 这 这不是 这不是 朱 好 庄老董事长的长女 庄美轩女士 唯一且在世的亲生女儿 庄 心 言 果然是庄大小姐 很唯一在世的亲生女儿 听说十几年前 就被老董事长送出了国 是啊 被藏起来很多年的那个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她的样子 蓝海以前一直都是她母亲创立经营 如果庄小姐真的回归 那的确她才最有资格 都给我闭嘴 我才不相信 庄小心言十七年前 就被外宫送出了国 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 绝对不可能回来 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 她失联了 你又怎么肯定 她不可能回来 你相不相信不重要 只要她站在这里 你就没有权力 没有资格 拿走整个蓝海一星 庄小姐 好 有啊 有啊 你不应该 有啊 我 你不应该 让你 真的很狠心言 你不要 你不应该 这份总裁任免令 我不同意 开车 回庄稼 那边传来消息说 车子撞得很碎 我以为他死了 你以为 活没见人 死没见尸 你就敢以为了 现在人就站在面前 从哪里找了的废物 老板 我错了 我现在立刻去庄稼 把这件事处理干净 回来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还能像你在海外一样 随便找个人随便就下手吗 可是老板 既然他敢活着回来 就让他在庄稼 好好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老板 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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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下来 大小姐 欢迎回来 谢谢 谢谢光医术 虽然我们很久没见 大小姐 不用这么客气 这位是 他 他是 我是他的未婚夫 我和欣妍在西班牙游学时认识 三个月后我们到了意大利 我们交往差不多将近一年了吧 他和我说家中有事情 我就陪他回来 见过长辈 处理家事 恭喜大小姐 董事长还在等您 请不认可 现在就是